2018年,于正带着新作《演戏攻略》重返观众事业 凭借该剧,于正疯狂销售版权名利兼收 吴景岩,徐凯等新生代演员迅速串红 秦岚,奢士曼再度翻红 而一部作品的成功,自然离不开演员的精彩演绎和幕后工作者的付出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演戏攻略》的幕后故事吧 《演戏攻略》自开播以来,好评不断 演员演技在线,浮化道的制作也贴近史实 因此,该剧被冠以《良心剧》的称号 而长达70级的《演戏攻略》成本为3亿 与几乎同期播出的《如意传》的成本相近 但与《如意传》不同的是 周迅、霍建华两位主演就拿走1.5亿的经费 而《演戏攻略》的演员总片酬近2700万 剩下的2.7亿全部用在了电视剧的细节上 《演戏攻略》担得起业界良心的护身 剧中的配乐指导、造型师、美术指导 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就连一众女卷的荣花头饰 都专门请荣花的非裔继承人 赵树献老师和他的团队 参照故宫县耀的清代皇室发饰精心制作 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复查皇后的摇钱树 这一款荣花后十亿周才完成 除了荣花,剧中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克斯的身影 剧中的团扇都是由克斯非仪传承人 顾建东老师指导完成 克斯素有一寸克斯一寸金的说法 需要用传统手工工艺 把底料和图案同时织出来 一旦制作过程稍有差错 整件作品就毁了 而非品门的团扇 不仅用到了克斯工艺 图案也是按照藏品纺织而成 不仅如此 人物的造型也颇有讲究 妆容方面 参考清朝古画 不再使用以往古装剧的单一大红唇 而是改点匠唇和柳叶眉 而是也遵循史料 剧中一众女卷皆为一二三前 在服装方面 剧组更是下了血本 于正在采访时曾说 严席攻略在服装设计 场景道具上参考了大量的资料 小到发饰 大到不紧 都专门去博物馆观摩 在1比1还原 力求贴近历史 为了在服饰上无条件的贴近历史 剧组不仅使用了传统的面料 请来了高级质仪师傅 根据资料 设计不同的纹理款式 还请来了国家飞翼金绣团队 手工缝制 主创的服饰上 更是用到了多种民间工艺 其中一件皇上的龙袍 八位秀女花费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 秦兰曾在采访中透露 自己一件戏服 价值四十多万 老戏骨宋春丽也曾表示 自己的戏份不多 却有十几套衣服 此外 剧中的服饰还用到了鸭巾 也就是衣巾上悬挂一串链子 其中 复查皇后的手串 更是复刻了故宫的典藏 而这些精妙绝论的服饰 几乎是沿写攻略中的标配 除了这些 剧中还有民间艺人表演的打树花 打树花 是已有五百余年历史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早年间 铁匠门把融化的铁水 泼洒到古城墙上 而形成的火花 该剧将其搬到荧幕上 剧中那些看似真实的场景 也都是现场搭建的 阳性殿 寿康宫 长春宫等宫殿建筑 都按照故宫比例还原搭建 宫殿中的摆设品 也极力还原真实场景 就连植物也颇有讲究 既富有生机 又彰显皇家风范 饰演富含的徐凯曾表示 身处其中就仿佛回到了清代一样 除了追求浮花道的精美 演习攻略中的角色 也是良心选角 可是 主演的选定 可谓一波三折 贤飞一绝的原选定人选 是深入人心的华飞蒋星 可是离剧组开工还有两天时 蒋星突然弃眼 新奇的余震 想到了TVB宫斗剧 老戏骨 事后奢侍曼 但邀请他时 奢侍曼同样拒绝了 还给出了众多理由 例如 已经切了一部戏 紧追有伤 无法带头饰等 好在余震 凭借三寸不烂之舍 说服奢侍曼接下了这部剧 这才让观众看到了 那个为爱黑化的宫斗高手贤飞 而原本的女主角魏英洛 也并非吴锦炎 而是杨荣 杨荣不仅是余震的大学同学 还在余震的众多电视剧中 出演女配角 2018年的凤秋皇 原地女主就是杨荣 但杨荣无奈错过 而到了沿喜攻略 杨荣自然就是余震的第一人选 余震在采访时曾表示 这部戏是为余震准备的 可是 她却不想演 更为巧合的是 当时袁杉杉合约到期 于是 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吴锦炎 便出演了这个角色 此剧播出后 吴锦炎一夜爆红 不仅登上各种人气综艺 还成了各大媒体 争相采访的对象 关于复查荣音这个角色 余震在找秦岚扮演时 秦岚原本也是拒绝的 因为秦岚觉得这个人物 没有特色 细分不多 片酬也很少 为了留住秦岚 余震一是为她单独加戏加钱 这才有了秦岚版的复查皇后 不过 秦岚的要求并不过分 她演技精湛 将观众印象中的恶毒皇后 演成了白月光 如今看来 秦岚的选择并没有错 她凭借引起攻略再度翻红 人气 事业都迈上了新台阶 至于名誉这个角色 在定绝时也充满了周折 江子星曾试镜如意传中的淑妃 可剧组并不看好她 反而用了新人陈浩玉 诗之丧鱼 收之东鱼 被如意传嫌弃的江子星 成了于正眼中的香薄薄 于是 观众就看到了性格直爽的名誉 她和海澜查这对夫妻 也颇受观众的喜爱 等到名誉下线时 观众自恃万分不舍 演戏攻略播出后 江子星也因为名誉一决成功出圈 后来 她还参演了《浩兰传》 《种下满天星》等剧 而纯飞这个角色 于正曾考虑让张萌出演 他们合作过《美人心记》等多部电视作品 张萌本是于正的大爱 于正曾公开说过 张萌是个很真实 很可爱 戏很捧的后现代美少女 可惜的是 张萌因恋爱时的不自信 跑去整容 自此 于正便开始与她疏远 但即便这样 于正还是把《沿袭攻略》中的 纯飞一决留给张萌 然而让于正大失所望的是 不论于正怎么劝阻 张萌都不管不顾地去整容 用于正的话来讲 整容后的张萌实在是吓人 最后 纯飞这个角色由王源渴出演 王源渴也是兢兢业业 她把从清流到黑化的纯飞 诠释得十分到位 她也用演技征服众人 反观张萌因为整容 直接断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优心制作和三亿资本的投入 才呈现了这部制作精良的《沿袭攻略》 但是 电视剧毕竟是戏 演员们在生活中的性格 与剧中有着很大的差距 《沿袭攻略》里 最端庄娴熟的复查皇后下线时 不知钻住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剧中 复查皇后支开身边的名誉 独自一人赤着脚登上角楼 然后众生一跃 看到这一幕时 多少观众在哀嚎 容易小天使地下线 可是 在曝光的幕后花絮里 皇后娘娘拍这一幕的状态 却是开心又喜悦 这段花絮也在告诉了众人 剧里的复查皇后和剧外的情男 是不一样的 皇后的笑是甜静含蓄的 让人看了会忍不住想宠她 而秦岚的笑是活泼开朗的 甚至会真性情地露持大笑 剧中的皇后是六宫表帅 一举一动都端庄自持 秦岚俏皮可爱 不仅会对着镜头笔叶 还会做搞怪表情 不仅如此 生活中的秦岚十分耿直 她曾在采访中说 织画这个角色太绿茶 还公开吐槽 余政没有底线 这样的秦岚和白月光的复查皇后 反差巨大 而高贵妃这个角色 让人又爱又恨 前妻 她是最令人厌恶的反派 嚣张跋扈 凶狠毒辣 她仗着父亲是朝中大臣 一直在宫中作威作福 而她下线时的一幕 却看哭了观众 可一提到高贵妃 首先想到的还是霸气毒辣 但是生活中的谭卓 是一个很大方开朗的人 她还会经常恶告别人 平时的她 也完全没有高贵妃的高冷 反而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虽然剧中的高贵妃太过滑贵 还一度被观众吐槽 她更像太后 但谭卓本人却是个时尚达人 剧外随性知性的她 和剧中的高贵妃 俨然是两个样子 剧中的贤妃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 刚出场时 她是一个温为尔雅的贤良妃子 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后 她族间黑化 变得心狠熟辣 举手投足间 都流入出满满的心机 佳萍 高贵妃等人 都在她的算计内 剧中的贤妃 总是给人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笑起来更是让人感到一股良意 但是 私下的摄氏曼很好相处 情商高 性格好 而且她十分敬业 虽然摄氏曼本人平常说粤语 但她在拍戏时 会用普通话作为结束语 摄氏曼也用精湛的演技 转世了贤妃的转变 前期的小心翼翼 谨慎细腻 中期的表里不一 仔细绸缪 再到后期的臣府身后 心狠手辣 摄氏曼都精准展现了人物 每一阶段的神情 而随着角色的黑化 观众的骂声也持续增多 但这也是对摄氏曼演技的认可 一直以来 场景 剧情 演技 都是评价一部电视剧的标准 对于古装剧而言 场景尤为重要 从早年的《红楼梦》 到如今的演戏攻略 清贫乐 这些口碑良好的电视剧 无一不再追求细节 精良的腐化道 不仅有利于演员的表演 还能令观众更好地融入剧情 正如于郑所说 戏在文化里 文化在戏里 希望未来能出现 更多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还知道 哪些演戏攻略的幕后花絮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